我的Python安裝在哪裡 因為我剛剛是裝到C列頂下 怎麼Py36-32那個路徑 那你必須告訴他 那怎麼告訴他 設定的方法 一一樣重新啟動一次你的Equilibus 再來的話 請你到Windows裡面這個 最下面有一個設定 Preference裡面 這個時候因為我有裝了一個外掛 叫PyDiff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PyDiff出現 所以如果將來你打開Equilibus裡面發現 奇怪怎麼沒有PyDiff 那應該你外掛沒掛成功 你可能就是再重新掛一次 應該才會出現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要怎麼樣告訴他環境在哪裡 PyDiff裡面的話 記得找到有一個 Interpreters這邊 這個路徑底下 然後再加一層 在Python的Interpreter 所以兩層 記得 這個路徑就是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Preference裡面的PyDiff 這個進來 進來之後的話 找到這一個 找到這一個之後再一層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一層一層的 OK 考你記憶力 所以我還好 我記憶力非常好 所以寫成是 感覺好像也蠻好的 所以我記得特別多 做過一次大家就記得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能力的話 就把它記 像我 其實我也不是刻意記 我把畫面拍照下來 放在雲端上 我上課前瞄一下雲端 我就知道怎麼做了 OK 有些程式也是一樣 貼到雲端上 護照貼上也可以 OK 也可以Run 那再來的話呢 就new一下 意思就是說呢 告訴他說 我的路径在哪裡 new之後browse 告訴他說 我把我的那個環境呢 裝在我的C碟底下 會有一個那個什麼呢 Python的3632這個嘛 然後呢 告訴他說 他的執行檔在哪裡 是記得哦 選這一個哦 OK 就是Python 這個檔案 選給他就對了 ESE啦 意思就是將來我要Run的時候 我就找到他 給他去Run 他會把Run的結果丟回來 到你的Cursor裡面 就顯示正確了 OK 大概概念是這樣 按個開啟 好 這樣就完成了 new browse一下 OK吧 那如果你在第一疊 就是第一疊 OK 好 如果正確的話呢 他會去幫你找什麼 找你的相關的DL 就是你的動態 那個Library 韓式庫在哪裡 你的Library 一些相關的package 等等的東西 找到了 這些相關系統檔案 找到了 按一個什麼的 OK 他就幫你全部載進來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沒有做完 這件事情的話 你即便程式寫完 你一Run 奇怪一Run 程式沒錯 但是就Run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忘了選 因為之前常常有同學 這一關 這個沒選 他就一Run 奇怪就錯了 奇怪 我之前沒遇過那個問題 原來他忘了選 OK 記得 好了之後 按OK Accept Close掉 這樣子的話 恭喜你 你就已經把環境弄好了 好 哈哈 最後有一個防火牆 一定要允許的 好 就這樣子 環境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正要開始來寫Python的程式了 那建Python的程式 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Hello World 一樣嘛 反正學任何語言都一樣 先來一個Hello World 那怎麼樣Hello World 第一個 File 裡面請你new一個project 一個專案是Python的 不過他預設是Java 請你選擇Other Other之後的話 請你選擇PyDiv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出現有一個 叫做Python的專案 有沒有 PyDiv的project 是選這一個 OK 然後你就Nesser 接下來他會問你說 你的專案名稱要叫什麼 那我們取一個叫Tesser好了 好 反正第一個 測試一定用Tesser 我們測試Tesser 接下來的話要不要幫你做一些什麼其他的事情 還有版本 版本我們因為3.6 所以我記得用3.6的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用Default就可以了 這個版本我想好像沒選OK 不過還是選一下比較保險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按一個Finish and Ness好了 然後Finish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已經OK了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開啟一些東西 不要弄好了 OK 其實開始把它打開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限定專案的動作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new一個什麼呢 開始new一個Python的那個module OK 那就開始寫一點東西了 好 我想應該沒問題啦 請各位先到這裡好了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記得起來嗎 好 之後的話 應該就會有new的時候 應該會new出這個你的專案的 如果沒有預設是Java 你就add add裡面的話 它會有一個目錄叫PyDef 這個是我們用外掛裝出來的 然後這邊這一個 那基本上呢 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類似這樣 第一個 也許我希望開發一個簡單的Halloword 每次好 第一堂可以念Halloword才可以 然後呢 這個Halloword是Halloword.py的一個模組 那這邊你把它這個程式很簡單 就是print什麼呢 print刮符裡面放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就Halloword 又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這邊Halloword在下面顯示 上面是你的程式 下面就是你執行結果 OK 那第二個程式就是上 剛剛做的 A等於3假設 然後B等於5 上就是把這兩個將加 最後print出來 OK 結果是8了 這個單很簡單 只是說你要我們等一下簡單的先測試 如果OK的話 那表現真的還沒有問題 那要怎麼樣建立 第一個你的專案 那專案裡面怎麼去 開始寫一些march 一般第一個先建立入一個 那當然我忘了 因為預設你們可能不是 從這邊開地裏裡面 進來之後的話 也許第一個叫test 那我剛剛我把他改test 然後這個專案目選3.6 然後直接按finish就可以 或者是 第二個的話請注意一下 它裡面會先會引用那個 開箱的那個路器 但是裡面呢 記得專案底下需要還有一層 另外一個 記得在專案底下先package package裡面再放module 它會有一層一層概念 所以專案裡面可以有好多個package 有點像是一個資料匣 那這個module的話就是它的一個 一個一個程式 那這裡的話我們先一個quadure 這個new按入鍵 然後名稱的話也許叫package 一好了 那就是批凡好了 OK finish 這時候的話你會發現底下 它裡面有一個package 在底下右鍵 再用一個module 那module的話 如果我的名稱叫hollow好了 比如說 或者是hollow 我都可以了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呢 我就hollow hollow好了 OK好 那這樣這地方它有一個template 它要不要樣板 那不要的話就empty 那ok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話呢 行貴就自行輸入什麼 剛剛這邊有一個printer 對吧 那其實你會發現 在那個equipers比較方便嗎 就是打一個pr 實際上會把相關的printer的指令 幫你帶過來 點點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要自傳的話呢 記得就是雙引號 你打一個雙引號 它會另外一個也給你的 所以其實在equipers裡面好處是 它會自動提示很多東西 你比較不容易打錯 那你就直接打一個hollow 或者真的好多pison 可以這樣 然後呢直接把它執行 上面有執行 run runs之後 它問你說 那你要怎麼run 上面有一個 或者直接點兩下也可以 按ok 下面就出現了 不過 這邊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這邊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裡面打公文的話 會run 那為什麼run 該怎麼解決 ok那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我們在Windows環境裡面 那因為呢 預設的環境 就是微軟 因為Windows是微軟 微軟就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MS90 但是別人都是UTL8 所以怎麼辦 你要去設立成UTL8 那要怎麼設立 好 而且我們可以延續 然後打中文看看 會出問題 那自有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等一下怎麼解決 所以解釋一下 一先建專案package 在Mario 我給畫面 先了解一下 在Python裡面先試試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 輸出HelloPython Hello我都可以了 如果你把它改一張 Hello你的名字 中國名字打得看 輸出習慣了怎麼會亂碼 怎麼辦怎麼解決 怎麼把UTL8的問題 就是裡面的編碼 怎麼樣改 是 東西 我們怎麼了 我們可以了解決 這次一番 怎麼解決 隨被這種解決 傳海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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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